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周深也被教练吸成为武灵之光 正是因为武灵之光的神号 善意思考和总结的周深 对于考试项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在正式考试的时候 虽然手动挡了第一位考试的学员 但是他如同是开挂了一样 一次性满分考试合格 教练才哥看到周深考试合格之后 还放大话说周深过了 全世界都能过 但接下来的霍作呢 七威和与美人三位 却接连啪啪打脸了才哥 因为那一次考试 周深也成为了手动挡唯一同步的人 来到科目三周深在练车的时候 还发生了夸蹭 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 他全程都非常的小心谨慎 以满分开到了终点 本以为又是满分通过 却挂到了最后的停车 原因是没有打转向灯 科目三再考 周深的心中呢 已经没有了上次挂课的阴影了 全程更是非常的小心 当车辆即将驶入到终点的时候 他口中还一直随随念着 打蹬打蹬 这次虽然停车距离边线过远 但是呢也是有惊无险的 90分通过了 科目四的理论考试 大家都非常的看好周深 原因是他理论的知识非常强 但真正考试结束了之后啊 他以90分的成绩压线通过 也顺利的拿到了驾驶证 而今呢 各位嘉宾们都顺利的通过考试了 拿到了驾驶证 本以为节目就这样结束了 节目组又给安排了四天的自驾游 大家来到了内蒙古呼隆贝尔大草原 而周深在机场去哭了 而且还和编导说 把他哭的镜头剪下 成下期的预告吧 节目组也是给安排上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